主料,鸡肉50克,土豆1个,胡萝卜1个,米饭100克,洋葱1个,普量,食用油,盐2勺,咖喱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鸡肉切成小块,土豆切块,胡萝卜切块,洋葱切块,锅里放油,炒肉,放土豆,胡萝卜,洋葱到锅里跟肉一起炒, 主意要多放点油,还要放2茶匙的盐,菜有些熟了,加水慢过菜,香火煮,菜都熟透了,香火,将咖喱块用少量冷水拌匀,然后倒入锅中搅匀,可一边尝味道,一边加入咖喱,继续煮上5分钟,准备好米饭,搅上菜和汤,烹饪剂条,咖喱块大概放入,6小块就够了, 到底味道不够自己可以尝一下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